我看我们下次我还要再编一个 太容易去编了 例如说个子产品销售排行榜 这叫个人口排行榜 不过也许你会觉得说 这边新增量子好像比较困难 但是你要去算 如果你要从事大数据分析 你本身就应该统计要好 维基分要好 然后数学要好 资料探勘要好 还要会写程式 我现在想要去算 个县市人口数排行榜 第一名一定是新北市 可以吗 好怎么去算 在这个地方新增量子还是新增 资料行 新增量子还是新增资料行 新增量子 你是不是被我问到很烦了 就只有二选一 我跟你讲 我还没有想要加这个 新增快速量子来混淆你 到时候三 你知道人生如果只有二选一 那太容易了 对不对 如果男朋友只有两个 是不是比较好选 可以吗 可是我是要告诉你 这边在这张资料 在这个报告 在报告这边 几乎都是新增量子 可以吗 我没有要增加真实的宜兰县有多少人 好新增量子 我们来去算人口排行榜 就是各县市人口数排名 名次好了 名次 请问是不是 R A N K R A N 好 K X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资料表 请问我现在是不是要用这个 县市人口数来当做排行的依据 所以我要不要写这个O 要不要 要 怎么不要 那么累了 真的要 因为这是新增量子 新增量子如果不写这个O 它就不包含进去了 对吧 一号同学 你上次你就已经告诉我这个答案了 对不对 好 所以O 我 Table键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 资料表 资料表就是县市资料表 县市资料表 应该在门下面的县市资料表 又刮胡 逗号 这边有一个逗号 逗号 那运算是是不是县市人口数 县市人口数 用Table键 现在我就可以找出来县市人口数 Table键 然后逗号 逗号 0 0就是DESC 又刮胡 然后Enter 接下来我们来去看 这个县市人口数排行榜 这边多了一个23 没有的 空白 所以你不要去管23 你看第一名是不是新北市 没错 他人口数将近400万 400万 第二名呢 第二名在哪里 这里 台中市 台中市 县市合并之后 台中市超越了台北市 可以吗 你是不是今天才知道 我是刚刚才知道的 可以吗 好 那台北市 我们只关心台北市 台北市第几名 这边 台北市 跑去哪里 在下面 台北市 第四名 那第三名是谁 好 你们稍微比对一下 你们算出来是不是也是这样 你不算你还真的不晓得 是不是都以为台北市 应该是至少第二名 对不对 来 请你们动手做一下 不过二三四名差不多 那个人口数只差 那个十几万 可是 可是 在有些县市 那个十几万就很多人了 反正我的意思是说 至少这样子 有时候我们来比六都 还是蛮有道理 因为人口数是差不多的 请问这样是不是就求好名次了 没问题哦 所以名次这边 我暂时告一个段落咯 真的亲们 一定要会用 所以各县市人口排行榜 就算完咯 都可以了 我们等于这个团队